来一个360度 2米12的中空 跑起来 篮板之后的大回环 又得了一个49分 1997年开始 CBA全明星赛设立扣篮大赛 辽宁队的外援詹姆斯 独揽了前三届扣篮大赛的冠军 1999年 王志志和姚明曾一起挑战扎姆斯 却仍没能阻止他的三连冠 直到2000年的全明星赛 当时确实因为咱们的身体素质 包括什么跟黑人比还有差距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当时也确实比较年轻 脚啊腿啊伤病没有那么多 很幸运的是最后好像扎姆斯那球没扣进 还是怎么着的 就也是侥幸吧赢了一次 所以这样应该说王志志的机会更大 王志志的机会更大 主要他比较成功的把这球扣进去 对把球扣进去 2米12的中锋跑起来 好球 因为这中路起跳以后单手往里扣 那这还有一次机会 那么这次助跑的距离更长了 还是跑 这个助跑比刚才还要远一点 就是他起跳点还是远一点 对但是那只确实也尽自己全力了吧 但是确实没有人家 那些那些人用踩发油键的跳到这么高吧 接下来出场的是广东宏远的小江 一剑连他在昨天的事获得了92分 打板接扣 2004年的扣篮大赛 当时还是有17岁的一剑连首次参赛 不过第一扣 由于身高的原因 他只得到了46分 由于两名参赛的外员罗德和杰米尔 在扣篮中都出现了失误 所以能够跟一剑连竞争扣篮大赛冠军的 就是后来的三届扣篮王 胡光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陕西盖天里的胡光 现在我回想 在那个年纪肯定是有压力 但是可能斗志更足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包括外员在内 我们现在回头看 确实也没有说的 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 一个表现的这个类型吧 在2002年文斯卡特到北京进行活动的时候 曾经是历练胡光成为扣篮冠军 因为胡光是可以做卡特底下篮板之后的大回环 果然是这个动作 他已经得到了49分 这个记忆还是有 但是今天怎么回忆起来呢 可能对自己多多少少的 可能这个不是特别满意 我记着当时我最后参加决赛的动作 是一个在篮板后面的转体踏空车扣篮 然后还有一个是空中接力的反身扣篮 这两个动作在就是在我个人平时训练的时候 可能完成度要比当时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做出来那个动作的舒展性啊 完成度要更高一些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自己和自己对比 在得到自己的第一个扣篮大赛冠军后 胡光一发不可收拾 连续三年蝉联CBA全明星扣篮大赛冠军 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参加决赛的时候 有一个背身扣篮 背身拉杆扣篮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动作可能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满意